我们来聊一聊托管费如何可以减,减多少,上限是多少,还有年龄限制 小孩的托管费用是可以50%减税的 这个减税是Kedit Don't Bo 如果不知道这个和Reduction Don't Bo的区别呢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专门的视频 这个50%的税收抵免是不管你有没有足够的税来减都是要退给你的 上限是每个小孩1750欧元 换句话说,可以为每个小孩申报最高3500欧元的一个托管费用 退一半就是最多给1750欧元的税收抵免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上限,申报的时候超过了3500欧元的金额也没有关系 税务就会自动的应用这个上限 这个上限是每个小孩的,如果你加入两个小孩,那么就直接乘以二了 而且这个上限每年不太一样,今年又多了一些 去年还是2300的,今年就到了3500了 那什么样的才算托管费呢 首先税务局就指出,儿童的托管必须是在纳税人住所之外进行 如果有人在家里照顾你的小孩,那就是另外的一个类比了 算作是家庭雇员来税收抵免 如果孩子托管给个人的,那这个50%的税收减免 前提是托管服务人员有正规的分级 也有的是托管给机构的,比如托儿所啊,学校托管服务啊,幼儿园啊,还有给那种无住宿的休闲中心 Saint-de-Lazic的款项也都是可以申报的 换句话说,几乎所有在法国看护孩子的机构都有资格享受托管费用的税收抵免 但是要注意啊,税务局只接受与儿童看护相关的费用 这里面不能够包括食品费啊,食堂费啊,户外活动费啊等等 其次啊,税务局认为只能申报在去年年内支付的款项 如果你发票是在2023年12月开具的,并且在2024年1月份你支付的 那么仅有资格在2025年享受这个税收抵免了 另外,需要小孩年龄是6岁以内的 这个规定是2024年报税的话,那么2023年的1月1日不能够超过6岁 超过6岁了就报不了了,只能等读书的时候再去减税了 我会再出一期读书的小孩减税的,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,拜拜